神话寺重制版PC版的低加密被破了 有同学让我聊了这事 我从不同的角度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如果没人玩盗版就没有人去破解 如果没有破解 游戏厂商是不会给游戏做加密的 因为给游戏加密也是要付费的 而且这种加密手段还会影响游戏的体验 比如游戏加载时间过长 在玩游戏的时候会掉针 甚至需要更高配置的电脑 因为防破解软件还会吃掉一部分性能资源 虽然加密软件公司不承认这一点 更可气的是 购买加密软件的费用会分摊到 购买正版用户的身上 给游戏加密相当于加了一把锁 相当于我们多套上一条裤子去跑步 甚至套上几条裤子跑步 显然这是不合理的 但对游戏厂商来说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 因为有一个词叫黄金销售期 一般是三个月到半年 其实游戏发布的首日 首周甚至首月的销量是非常高的 因为这段时间热度也高 想买这款游戏的玩家 一般会在一到两个月都会买了 游戏的开发商会不惜重金 买加密软件 比如Denor 也就是D加密 用这种软件来保护游戏不被破解 相当于把没买票的用户 给拦在外面 不让他们进来 买了票才可以进来 游戏玩家大概分三类 一类是正版游戏玩家 就算出了破解他也会买正版 一类是盗版玩家 他只玩盗版 正版游戏打骨折可能也不买 一直等破解死等 第三类是中间卖 他可以买正版 也可以等破解 算是吃花群众 这类群众的基数很大 游戏厂商付费买游戏加密 主要是为了争取这部分用户 让游戏金身不破 不破的时间越长 这部分群体转正的就越多 我们以双24重置版为例 它是2023年3月24号上市的 5月15号金身被破解 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这两个月该买的一定都买了 甚至都通关了 比如我有一个发小 它是生化的铁粉 前一阵子他给我打电话 说他买了光盘版 而且因为这个游戏 他还买了PS5 之前是PS4 Pro 他说他已经反复通关过很多次 还问我玩不玩 他跟我分享通关经验的时候 那个兴奋劲和他小时候跟我说 世家土星某款游戏的那个样子 口吻是一模一样的 仿佛还是少年 其实PS5游戏机上也是有加密的 虽然也会被破 但是相对PC来说安全的多 那游戏开发商只做主机版本不就行了吗 那为什么还要上PC呢 这是因为现在的游戏开发成本是越来越高 如果只卖主机平台赚的少 甚至有的游戏都很难回本 电脑PC平台的数量是最多的 所以游戏想要卖的好 就算冒着被破解的风险也得上PC 不过有的游戏厂商还会采取PS限时独占的方式 游戏发布的时候先上PS5 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上PC 这样想玩这款游戏的玩家只能通过PS平台玩 而且还能促进主机销量 各有利弊吧 一切都是妥协的结果 正在看视频的你 如果作为吃花群众 生花四破了 你会怎么选呢 欢迎写到评论区